从60年代开始 红遍马港两地的乐曲王子 郑景昌 创足52个年头 圈内好友上个月 更为他举办一场演唱会 为郑景昌的演艺生涯 画下完美句点 乐曲王子纵横乐坛多年 风光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退休后75岁的郑景昌 就为自己打造了生机院 并在拿督黎明 谢玲玲 李燕平等一众好友的陪同下 为自己的生机院节目 举行望山仪式 石碑上除了有个人肖像外 还记载了灿烂的乐坛人生 望山仪式选在今天 正因为双春润六月吉祥月 有六六大顺之意 希望郑景昌可以天福天寿 接下来运势大顺 值得一提的是 郑景昌和黎明仪式生机院的邻居 加上多位圈中好友都长眠在这里 风趣的郑景昌就说 想要寂寞都难 中来我长年在这里的时候 我也是不觉得静悟的 因为有很多好朋友 都在这里居住了 好像我的老师 阿里 我村定的一个歌后 就是白光小姐 我们的歌王 高清雯 也是长远都在这里 所以我当时说 我长远在这里 我会和他们一起 在这里欢迎唱会 谢谢 郑景昌随后以现场高歌多曲 还与好友合唱 气氛欢愉 待我再为你们唱这节歌 有一国大康 君景昌透露 现在都做着喜欢的事 见见老朋友 无忧享受生活 同时将会在下个月 前往香港 展开荣修演唱会 与香港歌迷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